好 来看一下小伙第二个短片 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 我是我朋友圈中 唯一一个大龄单身狗 有时候除去聚会 我也是很尴尬的 其实呢 我的要求并不高 长相一般就可以 身材呢 像美惠似的 瘦瘦的 还有点肉 性格呢 像吕拓一样 直上开朗 不信呢 回家问我妈去 我儿子要求不高 我儿子就是有点挑 亲亲朋友给介绍 有房有车的 他都没看好 我都看好了 我这大妈有点着急 我弟弟呢 就是比较实在 比较老实的一个人 看见小姑娘妈 就不太会说话了 我家阿爸都挺着急的 我妈也特别着急 但是我觉得吧 就是原封迷道 8号 惊奇 你找对象要求不高 你能告诉我举几条 你找对象的标准吗 长得得好看 我喜欢的那种 长得得要好看 啥让人算好看的呢 我这样算不算好看的 我这样算不算好看的 挺好的 那你是 那你能不能接受 找一个挺好看的 而不是好看的呢 完了 考虑考虑 这就梦了 他算挺好看 想找好看的 你评价王晶祺是挺好看的 那你到底是想找好看的 还想找挺好看的 找好看的 找好看的 那我觉得小伙 你有点 你不是挑啊 你八十岁 你都找不到对象了 真的 又要十二号的身材 又要那样性格 又要漂亮 那腿长 腹白 貌美 人为啥要找你呢 我现在也不着急啊 我现在正好是黄金年龄 我可以挑 我可以挑啊 那你现在是可以挑 等到你挑到四十岁的时候 你还咋挑啊 男人四十一朵花 甚至好是 五十岁的时候还让你挑 你咋挑啊 我就觉得你不要眼光 我不能挑二十年吧 我想告诉小伙 你不要太挑 真的你挑不着 你等你岁数大了 你等剩一些 外挂裂藏 真是觉得全是好的 你看 你说剩的都歪瓜裂藏 人家小伙说剩的全是好的 看看是不是剩的都是好的 其他举手的 来 十二号 美慧 小伙太老实了 我感觉 太老实了 太老实 太老实也是缺点吗 就像一号 一号杨大门说的 成熟带点浪 我觉得我也挺喜欢带点浪 哎呀 玫瑰什么时候 这个择偶标准又变了 现在又要找浪的了是吗 我喜欢那种闷骚型的 我朋友都说我是闷骚型的 别看出来啊 他高兴坏了 我跟你讲 那你就给他展示一个 对 完了 完了 又撇泡了 又撇泡了 人太多了 我说不出口 你看 人多说不出口啊 那你就 那 现场观众闭一下 只有这个机会了啊 我马上就提问别人了啊 抓住机会来 别学我坑子别弱的 咋的了 你问那么想问我吧 就完了吧 想不想问我就完了吧 啊 是不是啊 咋的了 咋的了 咱们别干着急 哎 别着急 说话呀 可能有点紧张吗 太紧张了 太紧张了 要张嘴就是哎呀妈 万般的头绪在脑里都打都打架 不知道从哪问题啊 太紧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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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平常的发挥水平 太拘束了 对 太拘紧了 第一次肯定得啊 大家的 俞阳啊 咱长春这边打麻将呢 就是必须得开门才能 你今天整个的这个相亲历程 就是一闭门听 眼睁睁看着在前面 人家都点炮了 你没开门他胡不了啊 你说的有道理啊 像啊 像这么回事 你自己的门没打开 你说怎么胡牌呢 你觉得王哥说的对吗 对 就牌真是一手好牌 就憋得火 哎呀憋得呀 他太是一手好牌了 你看事业 你看小伙长的 是不是 家庭都非常好 听王哥一句劝啊 你是搞麻将专业的一哥 得先开门 咱就随时准备胡的 行行 勇敢一点 梅文天使送给你 加油 我们掌声送给小伙伴加油 连都会碰好了 我这十二号都表 十二号都表白了 你这嘴啊 你就是跟不上位子 我上台之前都特别好 特别好 一到站到那个梅儿阁的后面 一边我就吸引就 麻了 一到一百二十多下 然后看就不下来 太紧张了 我就控制不了